嗨,我是阿里 自50系台卡发布后 很多玩家包括我自己在内吧 其实对今年的游戏本价格和性能 已经不爆啥期待了 但当近期各家OEM公布 RTX5080、5090本售价时 开始的愈发不对劲了 原本我以为 15000的5080本已经是极限底价后 没想到还有高手 个人以致 目前最便宜的5090本下探到了16000 最便宜的5080本嘛 11999 而今天这期视频的主角 刚好是属于最便宜的这一档 没错,它就是机械师曙光16 Pro 搭载R97945HX CPU BlackWale架构 175WRTX5080显卡 还吞喵的是300刷新屏幕 散热方面 曙光16 Pro采用了三驱飞系统 拥有一根D10加四根D6热管 三风扇均采用轻角内吹结构 出风口总面积高达1760平方毫米 性能释放方面 实测余为240W左右 并在这个功耗下把RTX5080压到了75度 而GPU性能方面 我们一针上代满血175WRTX4090约为22000分左右 而5080呢 刚好22000分 更为极限的TSE和光追表现也同样如此 你几乎可以把笔记本5080理论性能 和笔记本4090周面端的4070Ti挂等号 还多了4G显存和拼好帧 1万出头的价格 300刷新的屏幕 PCIe 5.0的SSD 几乎打平上代3万元高端4090本的理论性能 这感觉好像又在过梦 诶 不过又没有做梦 不过理论终归是理论 来来来 买定离手 买定离手 认为实际游戏5080本更强的请扣一波1 认为4090本更强的请扣一波2 认为55开的呢 请扣一波3 全体起立 我们可以看到 居然不是平手猜错的万种 拿几块的水自罚三杯 其中最夸张的当属于战神5和2042 战神5中笔记本5080领先 175W4090约26% 2042领先了14% 而大多数的游戏像黑猴 怪猎荒野 175W4090约8%到10% 在随机抽取横跨单击电竞手游的22款游戏中 笔记本5080对战4090的战绩为 6输6平10胜 几乎可以说5080版的曙光使用Pro 综合游戏性能小剩175W4090 加14901H加的笔记本 部分说到的游戏还多是暖暖 随随零 博德3这种吃CPU的游戏 如果后续机械师能出 X3D CPU 胜率恐怕会更高 本人猜测 KUDA更少 但传统能打4090的主要原因是显存带宽 40系笔记本是GDDR6 几乎靠暴力堆逼 天上换存 而50系的GDDR7 显存带宽是10打10的提升 可能有观众说 前几天手法师没有这么火呀 我只能说请多关注 N卡配AU或者14代的信号 除了高性价比外 你懂的 除了游戏外 目前对显存有极高要求的应用 还有语言模型 得益于GDDR7的显存 笔记本5080的语言模型推理表现 自然也是水涨船高了 在DBSIC的测试中 5080笔记本简直是线性提升 其中1.5B领先了20% 最离谱的是 7B出现了断档式的领先 甚至14B也能拉开20%的差距 虽然跑分接近吧 但就是因为GDDR7显存的加持 说是爆杀也不会过 但是32B以上 16G显存就不太够用了 如果你有笔记本本地部署32B的需求 24G的5090本会更加适合你 除了显存外 这一代也新增了硬解422编码 即使是444到处也比4090强了10% V-Ray 3D理论中也强了5% 当然对于臭打游戏的我来说 最实用的AI功能就是DOS S4 除了最新的Transformer模型提升画质外 还有多帧生成 5080版的曙光16 Pro在开启4倍帧生成后 真的随随便便少300帧 如果你接受DOS S4 那么笔记本屏幕的刷新率就特别重要了 如果屏幕依旧是低刷 那既骗不了你的眼睛 又骗不了你的双手 我想这也是曙光16 Pro会搭300刷新屏幕的原因吧 当价格合适后 50系的新显存多帧生成优势就显得特别的亮眼 所以我们并不是不接受DOS S4 只是不接受高一架和黄牛当道罢了 节目的最后呢 我也想对机械师说 请顾必顾必多倍一点货源 综合曙光16 Pro的售价来看 单单的几天测试 很难看出它有什么明显的短板 要价格有价格 要拓展有拓展 要散热有散热 要屏幕有屏幕 要性能有性能 外观还是白色偏轻包款 目前机械的外号已经被占用了 所以我宁愿称之为 机中之霸 当然笔记本这种产品 如果你不长期使用 很难发现问题 机中之霸这个结论呢 是依据价格来的 一旦溢价太多 那么沿用上代7945HX CPU 就会成为槽点 对于大众来说 选笔记本更看重品牌 目前提升品牌口碑知名度的最大方式 就是真诚的善待玩家 假设曙光16不易假 随便买 那在我心中 真的会成为一道曙光 也能让预算不高的平民玩家 相信光 是我们永远不守护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啦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播关注哦 最后就您身体健康 再见 感谢观看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